由我们新娱乐独家策划的全民目击寻找郭富城行动 在上海的街头闹市引来了无数的眼球和关注 郭富城不仅乘坐了都市观光车 游览了上海还时不时的下车和粉丝们亲密互动 不得不说我们的郭天王真的是爱这座城市 从上车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知道郭富城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 而对于所有沿途中发现他 目击他的路人的招呼拍照要求 他有求必应 他拍照 不算忙 挥手 哎 戏机啊 你干什么 你造型交出主事了 围观人情的热情显然让见惯了大场面的郭天王都显得有些喜出望外 非常好 刚才的粉丝够热情吗 很热情 然后我看到一些大家想象的 譬如说一些喜剧朋友啊 他在开车半路停下来要拍照 电影宣传演唱会宣传 郭富城也经历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但这样的都市快闪宣传对郭天王来说也是头一遭 有这样类似的宣传的从来没有 有这样的华 太MTV了 宣传的方式最迅向最深刻的 就今天咯 对啊 蛮有心思 对啊 然后在车下面可以带我去看上海的公庆 我从来来上海那么多次都没有 没有在真的就在街上面里面 这样 观光街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觉得这样 我很喜欢 而郭富城和上海也有着特殊的缘分 微不定就叫雷霆战警 那个时候也是在上海拍的 对 印象很深刻 今天那么缘分那么好 又来到上海 拍完雷霆战警后第二年 郭富城内部 广为人质的浪漫櫻花 又是在上海去见 这部电影不仅让大家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 更是让啪啦啪啦舞一时风靡上海的大街想象 有他的地方怎会少了舞蹈 你怎么突然进来的 他很厉害啊 有他的地方一定会有尖叫 有他的地方更是充满惊喜 更多关于此次全民目击 寻找多富城行动的精彩花絮 还敬请关注之后几天的行李的下线 精彩连连千万不要错过 行李的下线 同家家宝宝到